二个动作还是解决这个背阔肌下外沿这个地方啊这个区域的 这个是一个低位的拉力气的训练 然后尽量趴下去 然后反手 反手先把肩甲往那边沉 先把这个立线拉住 稍微起来一点点 对 准备一个肘运动的空间 好 然后不要挺胸啊 始终归北往后走 归北拉 拉走 拉 对 感觉到这儿收紧了吗 对 好 拉开 对 就这个点 外侧这个点 对 非常好 要领啊 小臂跟钢线 始终一条直线 对 始终是归背 走后推 肩甲向屁股的方向沉 OK 好 好 那这两个练习啊 就是练背阔肌的这个下边的 就是你长期坚持肯定会有改善 但你说 你直接 就比如你一开始 你就是那种 起高条 那种腰长的人 你说你改成 练得像罗尼尼尔的背 不太现实 但可以在你的基础上 能往下延伸一些 实际 这是肯定的 坚持去做 那这两个练习的特点呢 就是都是 因为它很精准 你重量只要一大了 超出它承受范围 你的大面积的其他的背 就会穿进去了 这块就没有了 所以说重量不能太大 就是你一定 做对了 就刚才我指的那个点 然后抽在一起的感觉才对 在哪 再强调一点 不要搞错 腋下这块延伸下来 这个点 就这个点 在侧面 不在后面 这个点必须有感觉 才做对 然后呢 所以重量不能大 你要做12次到15次 这种 毕竟你能完全控制住 能停住的 挤压 挤压住 移心的时候一定要慢 要控制 呼吸 能控得住 这个呼吸 配合好 能跟他上 这两个练习都这个道理 那一个属于下拉类的 一个是后拉类的 刚才那个滑腿属于后拉 但它 跟 这个亚铃滑腿的区别 就是亚铃滑腿是直上直下 它这个有一个弧线 有一个弧线 所以说 会更多的刺激到你的外边 因为你是弓背去做的 那这个属于 刚才这是属于下拉类的 就是足你头的这个方向过来 这两个练习 做全 然后你这个外边就能有改善